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每天仍有大批加拿大人在放弃投票支持自由党 这是Abacus Data最新民调传递的信息 该民调显示 自由党的支持率已经跌到2015年上台以来的最低点 民调还显示 如果明天举行选举 自由党将仅能获得22%的选票 这样的支持率投放到全国343个选区 意味着自由党的议会席位可能会降至第四位 选举模型师Raymond Liu基于Abacus民调的预测称 自由党仅能获得37个席位 这将与前自由党领袖Michael Ignatius 在2011年选举中获得的34个席位相当 那是加拿大历史上自由党表现最差的一次 在预测模型中 保守党将获得223个席位的绝对多数 魁仁政团将以43个席位成为官方反对党 新民主党则以38个席位成为第三大党 不过 特鲁多将避免Ignadiev失去自己席位的命运 蒙特利尔的帕皮诺选区可能继续支持自由党 特鲁多政府的政治资本正在耗尽 民调在近多年来一直预测自由党将失败 不过 最新民调显示 自由党的支持率还未触底 每天仍有数千名选民流失 5月21日发布的上一次Ebacus民调显示 自由党的支持率为25% 最近的民调比它低了3个百分点 说明它流失了数十万选民 如果下一次联邦选举的投票率与2021年相同 那么每个百分点的选票约为17万2千张票 如果自由党在三周内下降了3个百分点 这相当于流失了约51万6千名选民 即平均每天约流失25000名选民 Ebacus民调的误差范围为2.53% 不会精确到每日的选民流失总数 但自由党选民流失的情况与多数民调机构 最近几个月的发现一致 莱格尔民调公司追踪过去一年 自由党的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 从2023年5月的33%下降到上个月的23% 如果这些数据在联邦选举中保持不变 且投票率至少为1700万 这相当于自由党在过去365天 每天流失4600张选票 保守党的协位按预测的223个计算 将占据众议院所有协位的65% 但这还不是加拿大联邦历史上最大的多数 但也相差不远 1958年在John Diffenbaker领导下的进步保守党 在众议院获得了78.5%的协位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大温区域局一位高管的年薪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有人将他的工资与总理特鲁多和温哥华市市长 沈关静的工资相比 发现前者的工资远高于政治领导人之上 据一份即将在6月19日提交委员会的财务报告显示 大温区域局专员兼首席行政官 杰瑞·多布罗沃尼的基础年薪为45万 再加上各种福利 包括15%的一次性追溯加薪 以及超过22万的应税福利 他去年的总收入约高达71.15万元 杰瑞·罗布罗沃尼曾是温哥华市的首席工程师 2019年开始在大温区域局工作 大温地区由20多个市政当局组成 大温区域局的首席行政官 负责日常运作管理水和污水处理 区域公园和基础设施等项目 根据该份财务报告 自2020年以来的短短三年内 大温区域局的行政官僚的薪酬增长了38% 去年大温区域局的支出包括工资、福利和支出增加了19% 从2022年的约1.95亿增加到约2.33亿 大温区域局的董事会由当选的市议会成员组成 2023年的工资比2022年高出11.6% 工资和每次会议的总薪酬约为160万元 去年又再次获得了7.1%的薪酬增长 因为他们的薪酬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步增长 根据惯例 他们的工资也与当地市场的工资同步增加 每四年增加一次 今年同样将进行调整 然而网友认为其收入不配位 质疑的网友认为多布罗沃尼收入高 但管理效率低下 在他的管理下 每个项目都延时 让我们多花费数十亿元 另一位在X上的用户表示 这完全荒谬 除非你在治愈癌症或其他生命疾病 否则没有人该拿这么高的薪水 另有一人在Reddit上说反话 这果然呼应了在温哥华生活的成本 你最近看过租金或食品价格吗 然而大温区域局的发言人表示 这个薪资与其他相同范围和经验的组织相比是合理的 大温地区的首席行政官薪酬是通过独立评估得出的 评估了本地政府 公共部门和加拿大全国范围内 区域局还补充道 该组织负责管理数十亿的预算 并雇佣大约2000名高技能员工 对于担心纳税人的钱被他们占用的人来说 发言人解释说 大温平均用户每月只为获得的所有服务支付约58元 尽管大温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地方政府 但其服务主要是公用事业组织 它更类似于其他公用事业和区域服务 事实是 这些高薪的专业管理杠与民选官员的薪水相比要高得多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总理特鲁多 在2024年的基础薪水为40万元 温哥华市长沈关健的年薪约为20万元 然而 温哥华市经理Paul McCrary去年收入醒住更高 为36.5万元 与此同时 根据2023年BC政府网站的文件 Translink首席执行官Kelvin Quinn 在2023年的薪水为47.4万元 BC Hydro总裁Chris O'Reilly的薪水为40万6947元 总收入为629,766元 BC省薪酬最高的高管是BC Hydro子公司Pyrex的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Thomas Batchart 他在2023年的收入约为131万 根据Pyrex网站显示 董事会主席的年薪为10万5039元 而董事会和委员会成员每次会议的报酬 这项和解协议涉及购买 Dolorema产品的附加环保费 协议在2月21日达成 并需得到法院批准 法官于4月17日驳回了该和解协议 律师事务所LPC Advocates 在上周五的一封信中 通知了集体诉讼成员这一决定 这意味着集体诉讼成员将不会收到 和解协议所要求的礼品卡 或任何其他赔偿 集体诉讼律师Joy Zocron表示 集体诉讼案件将继续进行 在给集体诉讼成员的信中 律师写道 目前阶段 各方可以选择继续诉讼 或者重新协商新的和解协议 如果是后者 将会发送新的集体诉讼通知 那么为什么集体诉讼被驳回了呢 律师Joy Zocron解释说 审理Dolorema案的法官 驳回了和解协议 因为预计索赔人数会很高 每个人都无法获得多少赔偿 裁决文件显示 法官认为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和解协议 对集体诉讼成员有利 或者集体诉讼的结构正确 索取礼品卡不需要购买凭证 附加环保费的物品 包括电池 电子产品 灯泡或带电池的玩具 集体诉讼成员包括 在2019年12月11日至2023年7月4日期间 在魁北克省的Dolorema 或在2021年5月29日至2023年7月4日期间 在加拿大其他地方 购买了附加环保费产品的任何人 Dolorema同意了最初的和解协议 但否认任何不当行为和责任 该公司在上周五晚间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目前正在审查裁决 并评估下一步措施 加拿大牙科福利CDB即将于本月底结束 需要申请的家庭抓紧了 这项福利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申请期 将于6月30日截止 每个孩子最多可获得650元的 基本牙科护理费用 用于减轻在2023年7月1日 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 有12岁以下子女的家庭的牙科费用 要符合资格 家庭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标准 在2023年7月1日有一个12岁以下的孩子 调整后的家庭净收入低于9万元 你的孩子没有私人牙科保险 在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 发生的自费牙科护理费用 未完全由政府计划支付 你正在领取加拿大儿童福利金 提交了2022年的纳税申报表 家庭可以在6月29日之前通过上网或电话申请 1800-715-8836 周日电话线路不服务 要了解哪些信息用于证明资格要求 请访问加拿大税务局的网站 CLA在周二的新闻稿中说 一旦这项福利结束 新的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将被引入 这项针对18岁以下儿童的新福利 于2024年6月开放申请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